中正路往海大方向車道來到安蘭橋頭 只能繼續行駛 不過地面上畫設了左轉標線 民眾若沒有注意 忘了打方向燈 就會遭到檢舉達余地上 是因為它也有路標 靜止右轉 可是現在因為它把它畫成左轉的標線圖了 所以造成用路人無所適從 你現在沒打就是違法的 我們這個標線照理說 你執行車 大家執行車 現在因為右轉有一些都有人右轉 是不是可以把標線弄清楚的 靜止右轉標線 不過在馬路上 你可以噴靜止右轉的數字 不要造成一個陷阱 讓民眾吃了荷包 民眾收到罰單很不服氣 但問問周邊的住戶 大家都沒有注意地面上左轉的標線 沒習慣打方向燈 而實際到路口觀察 經過車輛只有手速會打方向燈 到這邊你不可能右轉 對 你就是左轉 大家覺得我是馬路順向 因為你這邊是三間道 你這個不是雙向道 我可以右轉 進去可以左轉 你到這邊一定是左轉 所以大家 我想很多人 都認為說這是順向線 本來沒有多出那個地下線對不對 後來才弄的 他現在後來他弄了 一定有人會 起碼有被他照相的很多 我從來也沒打過方向燈 沒有沒有看到 到底是直走還是左轉 哪有左轉 只有中正路 中正路走中正路哪有左轉 不合理 因為他只有一條路 順著左手邊走 那他也禁止右轉 所以不打方向燈好像也沒那麼重要吧 那被檢舉的話 當然會覺得很很奇怪啊 就是只有一條路而已 這樣子會造成用路人的困擾這樣子 原來不少車輛在行經安然橋頭 因為不熟悉路況 會右轉風忍街 造成逆向行駛 市府今年5月重新鋪路 在地面上漆毀了左轉標線 不過逆向行駛的情況 並沒有改善 這樣的一個左轉的畫設 其實利益良善 但是我們在這邊也 希望說我們個裡的一個里長 能夠向我們的一個居民 來進行一個宣導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也增加我們的一個 禁止右轉的相關的一個排面 那第三針對於整個道路的一個標線 那我們也請交通處 那來做一個徹底的一個研理 那是否這樣的一個 左轉的一個專用的標誌 那真的符合民眾的一個使用的一個需求 我們本市的中正祥峰 封人街那個路口 它其實是一個四叉路口 那因為最近有民眾檢舉 就是從中正路往郊區的方向 在那個路口的時候 我們有打方向燈 照後方的車輛檢舉 唯一規定使用燈光 那這個部分呢 經過我們現地有去做看過 那我們當地的民意代表 也有來做關心 那這個地方 要不要打方向燈 我們原則上是尊重 道路主管機關它的設置 但是如果在那個設置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再邀請 相關的道路主管機關 本局公務處跟交通處 來現地做個會看 然後看看當地的設施 是否有需要改善呢 地面上新設左轉標線 大部分用路人都沒有注意 有人抱怨根本是故意設陷阱 都被後方車輛檢舉 市議員張浩瀚建議市府 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和標線標誌改善 以符合道路線況 和民眾實際的需求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havch bee 地線路 cotton verm州 公共有偏搶 棒 framework 環境 Wonder